大興公司他在今年的4月26號 申請專案核准家用快篩試劑 他在申請書的這個上面已經有名列了 他的製造廠是在美國加州聖地雅各 那另外他其實也有給我們相關的 一個說明函 那各位看一下在這個說明函的部分 說明函的第一項他告訴我們的是一個緊急 公共衛生情勢的需求 那第二項他就講 申請專案輸入是由美國ACON公司所生產製造 已經獲得FDA緊急使用授權EUA的這個 FlowFlex Hometest的快篩試劑 是美國ACON公司所生產製造 那另外他還有給我們的 他檢步的就是在去年10月4號 美國FDA所核准的 這個 FlowFlex Hometest的 這個核准的一個文件 所以他就是以這樣子的文件來申請 那依照我們特定醫療器材專案 核准製造及輸入辦法的第九條 第一項 我們本來第四款有一些文件的要求 但是在第二項的部分 如果說已經有在一些公司在 一些國家裡面有核准的 其實也可以來取代 這些相關的一個文件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辦法第九條 各位可以看第二項 得以醫療器材之國外政府 核准製造銷售證明 來替代這些文件 也就是說他就是拿的是在 美國拿到EUA 然後來跟我們申請台灣的EUA 那大興公司他所減付的資料 還包括有這個他的一個外包裝 那在外包裝上面所呈現的 也是ECOM美國公司 這個是他所減付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也上網去查 在美國FDA官網所公開的外核的資料 也是相對就是美國在 ECOM公司他在美國加州聖地雅各的 相關的一個資料 那另外在美國的事實清單 backshift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裡 相關製造廠的資訊 所寫的也是在美國加州聖地雅各 所以我們依照了相關的一些資料 還有我們檢視 美國官方FDA所呈現的資料 來給予EUA的一個核准 那我們核准的時候 在上面 我們給他的函 還有上面的附件 就已經名列了 他的製造廠業者的名稱是ECOM 他製造業者的地址 是在美國加州聖地雅各 那生產的國別是美國 是美國 那後續他自己用了一些 不一樣的一個產品 然後到香港 就改標裝 然後混沖到台灣來 這些檢調已經在執行 已經在進行相關的一個調查 對於不法的行為 像這種冒用仿冒的 我們會依照醫療器材管理法第61條 那最終可以處刑罰5年以下 並刻意2000萬以下的還款 所以這些其實都已經在進行 那各位可能會有一些 想要瞭解的就是說 那如果 有一些廠有一些 快篩試劑 同樣的快篩試劑 那如果在不同的國家製造的話 那實藥署這邊是怎麼認定 我們是不是一張許可證 一張EUA 然後就全部都接手 其實不是 像這一間是BD公司 他們來跟我們申請的 也是一個 我們防疫用的一個快篩的試劑 那因為他的製造廠分別在美國跟 中國都有 所以他就分別來申請 而且都取得了核准的字號 所以這邊就是可以讓各位看到 來自於不同的製造廠 他都必須要個別的申請 所以 這邊先跟各位報告是我們 當時收件 還有核准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是廠商他違規的事項 目前已經是有檢調在進行 那我們對於這樣一個不法的業者 除了要求目前在市面上 所有的產品立即要下架回收 那 對於他的這個EUA 也予以廢止 廢止他的一個許可 那另外在還有一些網路上面 大家所希望瞭解的 這邊也跟各位報告 就是包括EU公司 另外一間公司 這間公司 他是在 今年的5月13號 跟我們申請要廢止他的EUA 那他跟我們廢止的這個EUA 其實他自己在今年的3月28號 就有報官輸入4890組的 Home Test的產品 但事實上 在官務署那邊 在邊境那裡查看的時候 抽驗一看 裡面只有300劑的Home Test 其他 都不是Home Test的產品 所以 就不准他輸入 那我們後續 也都會有相關的裁法 相關的一些裁法 除了要求這些產品退運銷毀 那對於人 就是這些業者 我們也都有法員可以做 在後續的一個處罰 那我們對於這些業者 他們所進行的這些事項 這個是我們依照醫療器材管理法 那對於其他的產品 應該各位也會很關心說 那其他的一個檢驗事件 我們本來對於 COVID-19的病毒變異株 就有持續的針對快篩試劑 他的一個能力測試 那後續對於我們所核准的EUA的產品 我們對於邊境跟後市場 都會進行抽驗 當時我們在制定 EUA的辦法的時候 就是因為要趕快去因應緊急 公共衛生情勢 所以他跟我們一般的查驗登記許可證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在EUA的申請 本來就沒有要求要查查報告 因為我們可以 有我們的一些檢驗的 就是他相關所減附的這些資料 來看看這個是不是可以符合 我們緊急公共衛生的需求 所以我們在這裡本來就沒有要求查查報告 那其他的食藥署都是依照規定 在進行審查跟辦理 有關富樂快篩 他的一個申請 剛剛所提到的應該是EU公司 那EU公司 他是在去年的7月16號 當時他申請的是Rapid Test 是Rapid Test 不是Home Test 他所申請的是Rapid Test 那他減附給我們的一些性能評估報告 還有製造品質文件 其實都不夠 所以我們就陸續的 要求業者他要補件 那我們在8月4號 通知發文要他們補件 那他們要補件 其實他們在8月26號 就已經補件了 那食藥署就進行審核 就是他補件之後 這些文件的一個審核 那美國FDA是在去年的10月4號 去年的10月4號 通過Home Test 的EUA 所以這家公司 他就在10月14號 來申請變更 他不要申請Rapid Test 他要換成Home Test 然後他也拿 他也減附美國FDA 就是已經有通過EUA的資料 這樣子來跟我們申請 所以不是有說已經超過補件的實現 然後我們還另外在 都沒有給他其他的一些等於是禁止 或者是相關的後續的一些行為 所以他其實是在期限內補件 我們也在審核了 但是他自己後來又申請變更 另外我們不認識那個顧問 這我們完全都不認識 病棚裡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購 1點兒